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北市木榨区兴隆公宅明天起开放申请,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选前喊出8年5万户公宅目标,上任后却不断下修,至今改称2万户开工,外界质疑政策跳票,打折。 柯文哲经受房坦言执政后发现很多困难,所以要修正,但现在一栋房子从盖到完工要3年,事前还要花很多时间跟居民沟通,此外,若36000多户空屋能有效进入租屋市场,也许可以减少兴建公宅数量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兴隆公宅开跑记者会后受访表示,到年底还有不到5个月时间,每个月都还可以做很多事,公宅开工,陆陆续续在排,现在盖一个房子,开工到盖完,要3年时间,何况前面需花很多时间跟居民沟通协调,对于媒体追问是否政策跳票,打折。 柯文哲没有正面回应,尽重申,可以做到2万户开工,就已经很厉害。 柯文哲也说,还有个因素要解决,目前北市超过12个月完全没有住人的房子,还有36000户,这也是我们在思考,包含分级租金补贴,包租代管等政策,又在做了。 效果可以再加强,若能让36000户空屋有效进入租屋市场,盖工宅的数量也许就可以下修。